199 文匯報 中國駐日大使徐福公園籍有疑書 2015年7月27日中國新聞A 17香港文匯報信日本和歌山縣新江市 昨日在當地徐福公園舉行紀念籍書活動 據忠新社報導 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在此種下一火蟲樹 據史記記載 秦朝年間 中國人徐福東道 並有傳說指他在新江登陸 此說在日本各地至今流傳深廣 並留有諸多印跡 在新江車站以東近百米之處 至今留有徐福墓 1994年 新江市劃定並整修了以徐福墓為中心的一片土地為徐福公園 一同參加直樹活動的日本自民黨政調會長二階進博認為 傳說的意義在於現實影響力 希望新江當地民眾更多參與日中友好交流活動 中國社 Привет見 中國社在新江戶建東 中國社員gal Nep央